3. 北京青年報 權重股疲累戶指未跌 2015年7月15日財經市場A16大盤昨日在3900點至4000點一線震盪 先是衝過4000點,後又跌破3900點 呈現權重股低迷與提財股回落的特點 市場人士認為,兩時幸好趨勢依舊,足底上需時日,等待二次探底 不過深跌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9時30分股徑消息繼續累積昨天四大報同發評論員文章 稱市場信心症快速恢復 中國證券報稱,壯大機構投資者,救見A股穩定器 上海證券報表示,市場回歸常態 證券時報表態,堅決稱你為規配資,推動市場穩定健康發展 證券日報則強調,惡意造空股市的力量大約來自四個方向 境外機構,內部投機力量,一部分跟風的中小機構和 跟隨外部造空者的機構和個人資金流向監測機構 最新發布的報告顯示,在截至7月8日的一週內 其監測的全球範圍的中國股票基金正流入資金 130億美元,佔當周全球股基資金正流入額的一半 此外,國內險之也在積極行動 近上週就申求,認購編股營基金過千億元 九時三十一分民生銀行低開2.3% A股開盤,各大指數漲跌互然 股指期貨全線低開,物資跌0.3% 報3958點,中小版指數漲2.08% 報8565點,創業版指數漲1.56% 報2725點,股指期貨全線低開,中正500期指 I.C.1507合約跌如1% 上正50期指I.H.1507合約跌0.68% 互心300期指I.F.1507合約跌如1% 分析人士認為,經過連續的千股漲停之後 由於獲利盆暴增,加上本週五 面臨三大股指期貨的交割等利空因素 各股走勢將出現分化,多空大戰一觸即法 不過,就中長期來看,多方必勝 民生銀行發布的最新公告顯示 劉永好減持民生銀行A股,而且踩點精準 7月8日新希望集團減持2.6億股 徒現超過25億元,當晚證監會 或出大股東不得在半年內減持的紅線 減持後新希望持股比例降至400,成為為列灘邦 中國人受資後的第三大股東,受此消息影響 民生銀行低開2.3%,美盤跌幅達3.09% 十時十四分雲計算概念股障庭據新華社消息 楚光公司總裁力軍表示,計千萬億次超級計算機楚光升雲之後 十億億次超級計算機楚光七千已開始營發 雲計算概念股盤大漲、各股現象停潮、浪潮信息、中科楚光、東遠集團等於三十股漲停 十一時零四分木指盤中衝過四千點木指低開高酒,盤中衝過四千點 報四千零三十三點一二點,漲幅百分之1.58% 深城指報一萬三千零八十三點三八點,漲幅百分之3.72% 各股方面,兩市與一千八百隻股票上漲,如九百隻股票漲停 央企改革概念組盤集體拉升、瑞泰科技、長春一通等六隻股票漲停 中糧地產等多股漲越百分之9,次新股板塊大漲、村兒股份、石英股份 航電股份、醉龍科技等超過一百隻個股漲停 十一時三十分三大期指全線飄六股指呈衝高回落太細,截至五間收盤 截止跌百分之0.32%,報三千九百五十七點八四點 深淨城指漲百分之2.07%,報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五點一點 創業板指數漲百分之2.98%,三大期指全線飄六 十一點左右期指跳水,中正五百期指 I.C.1507合約一度漲於百分之2.98%,最後下錯,截至五市收盤 中正五百期指I.C.1507合約跌百分之0.72%,上正五十期指I.H.1507跌於百分之3 截心三百期指I.F.1507跌於百分之3 據統計,昨日A.股共有251隻股票復排 仍處於停牌狀態得有777家 十三時三十五分截止盤中跌破3900點大盤殺跌 截止盤中跌破3900點金融股為殺跌主力 勸商板塊平均跌幅超過百分之5,保險、銀行板塊跌幅也超過百分之4 市場分析認為,大盤連續大漲,積累了巨大的獲利盤 獲利盤集中回吐,導致市場震盪調整 十五時證股指常行壓力突顯銀行股美盤拉升 戶指跌幅收窄超百分之1,創業板指數收漲近百分之2 兩市近九百隻個股漲停 據風頭估認為,短期暴跌後的超跌反彈較為正常 但繼續上行的壓力突顯,指數二次探底需求逐步加強 除了更多個股的復排,加之本周交各日臨近,市場面臨較大考驗 兩市整體向好趨勢依舊,但足第一過程還需時日 正正等待市場二次探底 深交所作日盤後交易公開信息顯示,110隻深股出現機構身影 其中68隻個股被機構正買入,合計正買入45.27億元 42隻個股租機構正買出,正買出23.65億元 天信投資表示,股指衝高回落不外乎三方面原因 首先,A.股指快速反彈以來,很多個股連續漲停,抄底資金獲利頗豐 很多獲利都在百分之三十以上,出現了一定的拋壓動能 其次,前期大量停牌被險的個股開始復排,此舉會形成新的股票供給 將對市場資金的充裕到形成一定的考驗,後續場外資金的供給也是關鍵 最後,前期在股指下跌中大力互盤的權重股,此輪將細中集體表現較為疲遠 目前市場流動性已得到釋放,管理層也不會再有大的維穩動作 市場多空力量對比開始發生微妙變化,對此要保持必要的清醒形式 短期繼續深跌的可能性幾乎為零,持股投資者無需恐慌拋售 具體操作策略上,超跌則優股是當前最好的投資標的 低市盈率和前期超跌的個股材是未來操作的首選 注意控制好倉位,做好資金管理,同時不要過於頻繁地追漲殺跌 對於質地優秀的超跌股,要敢於堅定持有 興業證券認為,就中長期而言,牛市進入第二階段盤整期 轉型牛市的基礎穩固,但股值貴的演出害 內湖仍需貴度性洩洪,投資進入精細化、專業化的階段 文本部記者劉慎良新進展超百家公司跌破定爭價前期 A.股市場暴跌,上市公司的再融資也遭遇挑戰 數據顯示,兩市需強勢反彈,但年內公布定爭 目前收盤價仍低於增發價的上市公司仍多達119家 其中20余家公司目前股價僅為增發價的七成 市場人士認為,由於大量機構彼套,破增個股後市或全機遇 來自Wint資訊的統計數據,截至7月13日,兩市於2015年公布定爭方案 當日收盤價跌破增發價的公司有119家 較上週五收盤時的142家減少23家 數據顯示,2015年以來,兩市有252家公司實施了定向增發 募資總額約5400億元,這一數字已經超過2014年的八成 高月此前歷年增發規模,但6月中旬以來股市暴力調整 這些公司的增發價紛紛潛水,截至7月13日收盤 仍有119家公司破增,其中 20餘家公司增發價交現價值價幅度超過三成 航電股份,新大洲A國裔科技,利員精製,好想你 多佛多6家公司折價率更在40%以上 折價率居於前列的公司,大多是在5月底和6月初實施增發或發布定爭議案 後期隨著大盤快速向下而出現價格到掛 其中,股價到掛幅度最大的是航電股份 資料顯示,航電股份6月23日公告宣布 以35.9元股非公開發行2730萬股,務集資金總額9.8億元 用於加碼主業和補充流動資金 公司7月8日宣告停牌,停牌前股價僅為18.46元 以此計算,其增發節價率高達48.6% 昨天該股服牌漲停,收盤價20.31元,折價率盈得43% 值得關注的時,平安銀行,南京銀行也在年內實施了增發 目前均已敵破增發的,破發幅度超過一成 市場分析認為,高價參與定向增發認購的大股東 大股東關聯方,機構投資者被深套,相當於吸破增股 加料一層安全店,那些基本面良好,行業前景樂觀的破增個股 或成為市場下一步重點挖掘的對象 文本部記者齊硬兵新舉措嚴格執行開戶實名制勸相違規 將禁開新戶本部信,記者齊硬兵 昨天,中登公司發布通知,重新開戶實名制要求 並明確近期將組織開展專項檢查 對違反規定的機構將禁開新戶,限制賬戶使用 中登公司關於清理整頓違法從事證券業務活動的意見要求 各開戶代理機構應當嚴格抗照開戶實名制有關要求 向投資者充分揭示帳戶實名制要求以及違規可能承擔的相應後果 嚴敢違涉嫌違反帳戶實名制的投資者開納證券帳戶或提供其他便利 同時還要求,各證券公司應當加強對證券帳戶使用情況的檢查 採取適當手段防止帳戶持有人證券帳戶下設置帳戶、分帳戶、虛擬帳戶等違規程型的發生 確保帳戶實名制的有效落實 投資者不得出借自己的證券帳戶、不得借用他人證券帳戶買賣證券 對於發現並查證屬實的違反帳戶實名制行為 中登公司將事情防對所涉證券帳戶採取限制使用、註銷等措施、 對所涉投資者採取禁止新開戶等措施 新數據上週新增投資者51.3萬人本報信 記者齊硬兵 中國結算最新週報顯示 上週7月6日至7月10日,新增投資者數量51.3萬人 幾乎與前一週持平 此外,新增基金帳戶43萬戶,還比減32% 同時,投資者交易活躍度大幅減弱,持倉數比例繼續減少 數據顯示,上週參與交易 A股的投資者數量為2766萬人 佔以開納A股帳戶投資者數量的30.5% 前一週為33.5% 其末持有A股的投資者為4948萬人 佔以開納A股帳戶投資者數量的54.57% 還比前一週的55.3%小幅減少 新動作中國石化母公司中國石油化工集團7月13日通過 上交所在二級市場增持了中國石化股份 持股比例從71.26%提高至71.3% 除此之外,中石化集團還計劃繼續在二級市場增持公司股份 累計增持比例不超過2% 安海姆客車昨日晚間公告 收到公司控股股東安徽江懷汽車股份有限公司通知 江懷汽車於2015年7月14日通過 深圳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增持公司股份135萬股 佔公司總股本的0.194% 均較為7.57元股 文本部記者劉慎良 文本部記者劉慎良 文本部記者劉慎良